律政司近期介入兩宗 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提出的私人檢控 包括西灣可警員開箱案 和深水埗的士產上行人路的案件 兩宗案件都撤回檢控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回應時指 檢控工作不受政治干預 林鄭月娥又說公共財政出現嚴峻情況 預告10月中公佈的施政報告 不會再推出很多要動用公共財政的新措施 會集中加強在事安、經濟和公共衛生的防備